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没有人种这个自信清净的花 为什么 大家都是在着象啊 你今天呢 看看台湾的佛教 说很相信 想一想兴盛啊 但是某些也很悲哀的呀 很悲哀的啊 他那个拜三的 这个拜三的拜三 当然就是修行 就是修行 他一定要刻意的用某一种方式 这叫修行 然后啊 见佛见光 然后大谈神通 大谈神通 啊这个台湾啊 真是很悲哀哦 也很悲哀的 我们应当把佛陀人格化 佛他就是一个凡夫 修行而成的 然后见了清净的自信 他有一生生 这种来去自如的神通 但是他是建立在正见的 无相的正见 我们现在不是了 认为感应就是佛法 见佛见光 这个就是佛法 可是你三章十二部经典 八正道乃至四弟十二因年 通通没有用感应来度众生的 感应只是个真上眼 八正道里面 第一个就是正知正见 三解脱门 第一个就是无相 无作 对不对 就是小圣里面所讲的 缘起 他还是讲信空 为什么我们在台湾 一坐起水路 哦 看到佛了 哎呀 你就看到佛了 哎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夸大其词啊 啊 夸大其词 赞叹自觉 夸大其词 没有人没有人有办法做证明 啊 某某在家经事啊 做水路之后 哎 看到西方三圣 那谁给他做明 他有看到 别人 别人也没有看到 如果那个人放旺以见呢 没办法求证 那你问师父啊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跟他讲 我这个根本就不要求证 凡所有相师去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及见如来 无相 才可是正正见如来嘛 不可以因生求我 对不对 不可以相见我 不可以因生求我 是能行学道 不能见如来 用这种感性在度众生啊 那这个太肤浅啊 佛教这样啊 早就灭亡啊 要看到佛才能相信呢 看到那个外相表象才相信呢 那佛讲的这个真理是什么 那些依法不依人 释迦牟尼佛讲了很多 你要讲正法 他听不进去 众生他最喜欢这种东西啦 众生他最喜欢这种东西 这是受菩萨戒的 就是一个党子 如果在起党最凌的 可以讲他们祖宫七代的 意思是 菩萨戒也没有在管 要改 不断啦 改 他就没有在管 你修身要改 就只要摸到他 他怎么可以现 改过他现在的问题 他靠空他就去了 这不会在我受菩萨戒啊 修行是无相的东西 没有啦 没有几个真正的 体悟到静当经的思想 反正所有相都是虚望 若见诸相非相极见如来 我们今天台湾 那大陆我不晓得啦 说佛教兴盛 也很安慰 方便法门太多 说佛教很悲哀 也对 为什么 着相而穷 着相而穷 以法不相应 根本就不是正法 可是啊 信徒就需要这个啊 要避这啊 你不得没法 对不对 避这啊 要黄包的人避这就很吃香 我不要避这啊 没办法 所以啊 底下说啊 杰花有种啊 无人种 这个自信清净 无相的 这个大圆满绝性啊 没有人种啊 为什么 不碰到善知识的开始呢 心火无眼 日日烧啊 因为三毒之火啊 贪生吃的本质虚妄 不死的嘛 日日在那边烧啊 烧得你痛苦不堪啊 痛苦不堪 为贱性之人 所闻逆顺之言 心得自在 急入不思议解脱的庙门 所以说 消融 顿入不思议 我们呢 如果真的是一个修行人 举句话 就这么举句话 你就大自在啦 那边烧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